在这11年的发展中,除了复仇者联盟4,漫威之前已经打造了21部作品,每一部作品都互相关联,互相作用。 为此,大宗会做一个超长的漫威终局之战系列,一共22期,每一期为大家梳理一部作品,同时也对漫威宇宙3.0阶段做一次汇报总结。 欢迎来到漫威终局之战第18期,黑豹。黑豹,漫威宇宙,甚至是大荧幕的首位黑人超级英雄。 影片上映时,就像国内版的战狼啊,几乎所有的美国的黑人拖家带口,三刷四刷的看黑豹,让黑豹一下子成为了现象级的超级英雄电影。 黑豹的成绩也让人看到了超级英雄电影的新的维度,比如在当时创造了超级英雄电影历史预售票房最高,不过现在也有超级英雄电影的超级英雄电影。 它已经被复仇者联盟4打破了,还有单日票房最高,不过很快也会被复仇者联盟4打破。 再来就是黑人导演的电影票房最高,四天上映的票房还超过了正义联盟,心童DC一秒钟。 更吓人的是,2019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,黑豹还破天荒地入围了最佳影片、最佳艺术指导等七项提名, 而且还拿到了其中的最佳艺术指导、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。 按理说,这应该是漫威宇宙公认的第一了。 但,这部在西方吹上天的黑豹,在国内却成了哑报,在豆瓣的评分居然是6.4分,成了漫威宇宙倒数第一名。 那么,是什么样这部电影产生了如此大的争议? 黑豹在漫威宇宙的进程中又起到了什么连接性的功用? 影片中又如何做到对西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功名?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,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黑豹的剧情,了解一下黑豹的故乡瓦坎达。 喜欢节目的小伙伴,还可以订阅大宋看电影的频道,或者关注大宋看电影的微信公众号。 在很久以前,一颗震惊陨石坠落在非洲,让瓦坎达这片土地有了一种坚硬金属。 瓦坎达的国王也被称为黑豹,黑豹通过吃一种新型草的植物,可以让自己在速度和力量等方面都超于常人。 而且由于诊敬与存在,也让瓦坎达的科技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先进。 瓦坎达的管理者看到世界长期处于混乱之中,于是便把自己的国家真正的高科技的世界隐藏了起来。 主角特查拉在美国队长3中痛失附近,便成功世袭成为瓦坎达的国王。 当然在老国王没死前,特查拉已经是黑豹了。 在比武选王的时候,中途猿人部落过来挑战了一下,顺便影片也给我们展示了迪士尼画风下黑豹版的狮子王的场景。 某日特查拉发现瓦坎达的宿敌克劳,也就是复仇者联盟二中的军火商的踪迹,便赶去追查克劳的下落。 一场高科技飙车之后,克劳被控制住,但CIA却对克劳另有目的,禁止特查拉把克劳带回瓦坎达。 就在他们审问克劳的时候,真正的幕后反派金钱豹过来把克劳救走。 而且特查拉意外发现,金钱豹脖子有一枚瓦坎达皇室的戒指,原来金钱豹是特查拉从来不认识的堂弟。 黑豹回去找军师质问,原来特查拉老父亲时期,金钱豹的父亲负责对外交流。 在交流的过程中,金钱豹父亲看到了外面世界黑人的苦难,决定利用瓦坎达的政经和科技来解救苦难的黑人。 但很快东窗事发,老国王和金钱豹父亲在意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 最终老国王杀死了金钱豹的父亲,从老国王这一辈开始就已经种下了祸根。 而今天的金钱豹痛失父亲25年,同样也在成长过程中,看尽了黑人的不公平待遇,从而萌生出推翻白人统治的念头。 往往我们说真正好的反派,就是有值得人们同情的历史,反派个人有很强的信念,还有完全说得通的计划。 而金钱豹的每一个观点都占尽所有,让人不得不信服这样的反派,不仅实力强大,而且拥有很强的个人魅力。 金钱豹把克劳杀死,作为献给瓦坎达的礼物,并得到进入瓦坎达的通行证,并扬言要用比武决斗的方式和特查拉进行决斗,争夺瓦坎达国王的位置。 在决斗中,黑豹在没有新行早超能力解除的情况下,更重要的是因为发现自己父亲是杀人双手,在道德和权威自我怀疑的情况下, 难以抵挡信念坚定来势松松的金钱豹,金钱豹杀了军师,打败了特查拉,把特查拉丢入瀑布之下,自己成为了瓦坎达的国王。 金钱豹在仪式上进入了紫色梦境,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,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。 之后金钱豹杀了新型草众之源,这也代表金钱豹摒弃掉瓦坎达的传统观念和习俗,并不想让别人得到超能力,让瓦坎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 特查拉的母亲和妹妹,还有女友开始跑路,投奔到猿人部落的首领,巧的是猿人部落首领捞上了掉入瀑布之下的特查拉。 于是他们把唯一的新型草用中国传统做草药的方法,弄成粥药给特查拉喝下,特查拉进入幻境,和老父亲进行一番辩论,决定抢回王位,并和猿族军队一起重返瓦坎达。 与此同时,金钱豹开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震惊武器,准备给到全世界的黑人朋友,反正没亚洲什么事就对了。 黑豹重新回到瓦坎达对金钱豹进行挑战,特查拉妹妹梳立,皇室会卫队随即反水,边境部落和猿人部落打成一片,CIA探员则准备打下飞出瓦坎达的战绩。 最终两豹对决,黑豹显胜,但这一次胜利,让黑豹得到了不少思考和成长,等一下会详谈。 回顾电影,我觉得需要承认黑豹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,而且也是影片的优点,很多人一直挂在嘴边说这部电影正是正确,包括我自己,但是如今我为了做这个系列重新回看这部电影,我会发现黑豹就像一头非洲大象,当我们摸到大象某个部位时,觉得影片像什么就是什么。 当然我可能用这个比喻不太恰当,也并没有恶意说观众是瞎子,但影片呈现给不同地域的观众,却非常像盲人摸象的感觉。 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承认,这部电影确实有它的深度,而不单纯是政治正确,当然看不到其中深度的朋友,你也有权利对这部电影打上一个低分。 先说影片大家公认好的地方,也就是入围并获得奥斯卡的那几个奖项,比如最佳原创配乐,黑豹一改往日漫威超级英雄配乐可有可无的搭配,和影片瓦卡谈的非洲风马完美契合,形成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非洲曲风。 接着是最佳服装设计,里面的每一个部落的服装形象,每一个部门和团队的服装都做到了大胆的设计,并融入了大量的非洲传统元素。 再来就是最佳艺术指导,整部电影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未来世界,也就是非洲未来主义,这是结合黑人文化、非洲传统以及未来科技元素发酵而成的。 关于非洲未来主义,很多人会觉得可笑,现在的非洲就是一贫如洗之地,如何谈未来科技感,只能在艺术作品中找到安慰,但在影片中,对未来主义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。 影片的瓦坎达是很早之前就进入了高科技文明,并隐藏在世界中,所以瓦坎达从来没有被入侵过,反过来在现实中,如果当初非洲没有被殖民,非洲按照自己的传统发展下去,那么今天的非洲是什么样子的呢? 我们总是嘲笑别人国家的文化和文明落后,但是我们是否去真正触摸和经历过别人国家的历史?如果我们没有,我们又如何站在山底上去嘲笑落后在山脚下的人? 黑豹虽然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,但影片却加入了很多现代国际形式的意义,比如传统和改革的挑战,能力和责任的冲突,零和博裕的质疑等等。 在影片最后,金钱豹其实他没有完全输,因为他的一些信念和观点已经早早植入到特查拉的脑子里,这也从而让特查拉打开国门,真正去顾及到别的国家的感受和世界真正接轨。 金钱豹和黑豹两人更像今天的激进派和保守派,如此一来,这部影片更没有所谓的正反派, 两者都是为了瓦砍塔和他们这个族裔更好的未来,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谁都知道,当初白人对黑人做的那些肮脏事,更让这部电影两抱之间的观点,如此的深入人心和让人产生强烈的讨论。 有人说,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反派,或者这句话就是对金钱豹这个反派最好的赞美,同时也对这个现实世界中依然存在的不公平,依然存在的灰色地带做了最好的诠释。 在和漫威宇宙连接方面,黑豹作为复仇者联盟3的上一个作品,其实已经暗示了地球的主战场会放在瓦坎达,而瓦坎达的科技程度,也能很好的和外星科技相提并论。 不过我觉得如果当初漫威知道黑豹如此现象级,一定会在复仇者联盟3给黑豹更多的镜头画面,甚至于说黑豹都有可能不消失。 下一期我们将会来到漫威终局之战第十九期,复仇者联盟4的超长预告片《复仇者联盟3》。 喜欢节目的小伙伴还可以订阅大聪看电影的频道,或关注大聪看电影的微信公众号,漫威终局之战系列,我们精彩继续。